位于湖南成州北湖区北湖街道城乡结合地带 有一个名叫童心桥村的地方 这里村如其名 十年来村民们童心向善 自筹资金近300万元人民币 用于敬老住学付困 不仅如此 村民们还利用自身所长 成立了涵盖法律、健康、环保等生活各个领域的 九支支援服务队 活跃在村子里为村民排忧解难 重阳节临近 童心桥村的志愿者们又开始忙碌起来 从张罗准备重阳节活动 到帮村里高龄老人收拾屋子 检查身体状况 陪老人聊天逗趣 志愿者们挨家挨户上门走访 收集老人们的笑容 童心桥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陈良清告诉记者 童心桥村一直有着尊老爱幼 增世仲教的传统 最近十余年来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 原先贫穷落后的童心桥村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村集体经济得到发展壮大 也富裕起一批村民 为了更好的建设新农村 经过集体讨论 村里决定自筹资金 设立老年人慰问金 大学生奖励金 困难学生助学金等 用于提升老年人获得感 和激励青少年学习成长 我们是针对这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 每年年中发奉这个老年福利 八五块钱每个人 这个学校呢 一个是军事助学 就是对我们这个八王小啊 建筑这些学校评出来的一些评论学生 不一定是我们的村民 就是是我们的外来务工人员啊 住在我们这个辖区的呀 这些子女啊 都是包括我们考取那个大学的 我们给予这个一次性的那个减学金 简历 陈良青做过一项统计 过去十年间 童心桥村通过自筹资金 发放老年人慰问金 助学金 大学生奖励金 以及父腿军人慰问金等 累计达到近300万元人民币 而村集体的这一举措 也获得了年轻后辈的接力传承 通心桥村党总支委员曹丽娟 就是其中之一 在城市化进程中 通心桥村涌入大量新村民 急需年轻力量为他们服务 作为村里曾经资助奖励过的大学生 原本在广州 有着一份不错工作的曹丽娟 获悉此情况 毅然自建回村 成为村民中心的移民工作人员 刚刚毕业的学生 可能大部分都是在外就业的 比较多 但是在接受了 村里面的这一些 助学资助以后 他是变得懂得会感恩 对 他随时的话 都会关注我们村里面的一些情况 如果村里面这边建设有需要的话 问他们有没有意愿回村里面来 都表示说可以的 只要村里面有需要 近年来 邻里互助未然成风的通信桥村 摸索出一套没事常联系 有事好商量 遇事有人帮的邻里相处模式 在村集党组织的引领下 先后成立起九支志愿服务队 用志愿服务不断和谐邻里关系 增进新老村民的感情 如今 越来越多通信桥村民热衷公益事业 通过献血 捐资捐物等形式 表达自己的爱心 通信桥村也成为湖南省文明村镇和郑州首个无传献血爱心村 今年726自新暴雨 村民们一天便筹集了近47,000元人民币爱心款 没事常联系 有事好商量 遇事有人帮 体现了我们通信桥村 整个一个从养中华 传着美德 从养向上的一种良好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